目前我們應該在整個喘吹捲的部分來講還是算我們的特色 但是在這個階段我們在準備決賽的階段發現 我們的半壇系統的成功率沒那麼高 再來就是最後面獨秒階段的處理球 我們跟幾個家族隊伍對看之後 我們也發現說我們的球隊沒有那麼成熟 所以我們在最後準備階段我們也針對這個部分做比較多的功課 打完北區之後第一個罰球啦 我們其實幾乎每天都會加強罰球這個部分 第二個我們發現說我們要籃板球才會有走到快攻 所以我們也加強我們在卡位的確實度上 再來針對我們八強的對手 那東中跟竹林他們都是能針對全場壓迫人盯人 那我們可能針對全場壓迫的推進 全場壓迫的進攻 可能還是會做比較多的準備這樣 我是去年八月底 然後確定過來這邊 然後是以代理教師的身分進來的 跟現在看到的其實落差很大啦 就你可能看來半壇系統就這邊東一團那邊西一團的 對那所以我來的時候跟龍軒就有討論 我們需要給他們一些規則 就是有球隊的樣子 第一次當教練啦 剛開始當然比較不適應 也缺乏跟他 因為畢竟時代不同嘛 然後我也沒辦法完全用以前的觀念去 去說服他們說 他們必須要接受我自己的這個時代觀念 不過經由很多次的溝通跟適應他們 我覺得他們確實是很有天賦的一群年輕人 然後也需要更多的 我們更多在 不管在訓練上 或者是在教育上更多的Push 那我們目標也是希望他們能夠成為 更好的學生也更好的球員 辛漢在執教的經驗 他本身就非常豐富了 那龍軒可能在球 他本身當球員 他就是一個非常可能自律聰明 而表現突出的球員 那基本上我是借重他們一個人 可能執教的經驗 而且辛漢在反手上的觀念 執教的技巧都非常好 那龍軒的部分可能就是 希望利用他當球員 怎麼當一個好球員的角度 讓他去協助這些小朋友 那我覺得對小朋友來講 他們兩個人的加入 應該對小朋友來講 是收穫還蠻大的 那我自己也可以明顯看到 小朋友的觀念 各方面的技巧 慢慢慢慢在提升這樣 基本上一開始我對他們的要求 其實不是在球場上 是在他們的一些習慣 然後球場 譬如說訓練完下來的一些行為 就是我們所謂的品德教育 所以我一來的時候 我是比較注重在這個區塊 所以我會給比較多 同學教練比較多的建議說 怎麼樣去讓這個球隊的運作 他是比較流暢 然後球員他們是比較 要照著我們的模式去走 就是朝著一個算好球隊的模式去放上去走 我想他們在態度上 跟在學習動機上 可能不如以往家族球隊這麼強烈 不過我們也盡量去 引發他們更多的動機 然後給他們更多的目標 像這就是我們打進全國八強 我也覺得是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激勵 也希望他們能夠在 後面不管是我們 會不會挑戰甲組 或是一直在移組 我也希望他們能夠 不管是在學業方面 或是在球技方面 我們都還是會給他們 讓他們承受最大的壓力 讓他們去成長 西岸身上可能可以學到 南山他們身上都帶有 可能西岸身上會帶有 南山的精神 那從龍軒身上我可以看到 他會傳承 前教練他某部分 可能他覺得要苦練 要犧牲才有辦法獲得 所以這些我覺得他們來自 傳統強隊的那些價值觀 那他們兩個也一直希望說 可以注入這樣子的精神 或是價值 讓學生身上 讓學生去體驗一下說 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可能才有機會享受成功獎 我覺得這次他們兩個人 帶來我覺得還蠻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他們畢竟都來自於冠軍 曾經是冠軍的隊伍 所以他們可能對於這部分的要求 或是他們知道那樣是什麼感覺 我覺得這部分是比較不太一樣的地方 今年的球成績 其實有達到我們預期的目標 那我覺得也是 不管是球場內 他們有照著我們整個教練團的想法 跟我們制定的目標去走 那柴火會有這樣的結果 那當然希望在最後的八強 可以獲得更好的成績 然後去證明這些球員 他們是有能力的 那也證明說並不是所有好的球員 或是所有遺囑的球員 都沒有辦法去挑戰 或者是往更好的地方去走 這快一年來的訓練 當然他們從一開始比較不適應 就是可能比較有強度的訓練 跟比較有規劃的訓練計畫 那到現在其實每個球員都 也越來越認真 然後越來越聽話 那我覺得對他們的成績 我也感到非常驕傲 因為他們確實是 靠著自己的努力 然後得到這些肯定 那當然希望是說 我們可以在八強的決賽 能夠更上一層樓 然後可能之後朝家族邁進 跟大目標 我其實本來是希望說 小朋友是 我希望他們很 自己本身內心是很想要 玩家族去挑戰 對那 等這一年我們其實跟滿多 可能十二強到 到十六強的隊伍 可能交手過 那可能都覺得說 雖然偶爾我們會贏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經驗還是不足 對那 比較大的問題是 目前的高一二 他們還是比較害怕 就學生本身是 比較害怕會 會三殘就被 淘汰這件事情 那我個人會覺得 我是希望他們去挑戰 那我們教練團 也是評估可能會等暑假 可能跟這些家族的隊伍 多一點比賽產生過後 再來重新評估 是不是要挑戰 一段時間 做諷判 作詞辭 作詞辭